雪兰娜州嘉颖华裔囚犯借助在医院求医期间逃狱两天后 昨晚落入警网再次为自己的罪行负上行责 虽然社区安全警报已经解除 民众不必再提心吊胆 但是这起事件暴露了狱卒押送囚犯的过程存在漏洞 雪兰娜监狱局今天承诺将重新审视押送囚犯的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确保在押送囚犯的路途中 不会再让有心人得逞逃过司法制裁 42岁在逃囚犯超金六前天逃离家颖医院后行踪沉迷 直到一通民众投报电话 吉隆坡重案特别调查组在斯里白沙罗一个建筑工地宿舍 发现逃犯 经过一轮追逐后超金六乖乖乖就犯 扶手认罪 由于逃犯受伤 淹慈入住家颖医院接受治疗 不过这起囚犯逃狱事件 已经严重影响监狱局的形象 引起各界质疑当局管理囚犯的能力 雪州监狱局总监达鲁沙兰指出 当局将重新检讨 押送囚犯的标准作业程序 制定一套能够应应时态演变的新准绳 不过达鲁沙兰不愿回应 预方是否疏忽 让囚犯有机可乘 只是触勤各方 静待调查报告出炉后 才会进一步探讨应对方案